这里我想和大家重温一个奥运的历史故事 1908年在第四届奥运会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在伦敦举行的 一个意大利的选手叫皮耶特里 他在一开始就跑到前面 一直领先 也是第一个进入了运动场 但是在距离终点的几十米 他筋疲力尽了 摔倒了 但是挣扎着爬起来 再摔倒 再爬起来 到距离快十米的时候 又摔倒了 实在没有力气爬起来 这样就是周边的人员就倡扶他走过了终点 后来因为借助别人的力量 他没有获得金牌 但是他以另外一种形式 就是顽强的精神 载入了奥运史册 我想一百多年来 在每一届奥运会上 都有许多这样动人的故事 在我们这一届奥运赛场上 冬奥赛场上 也有这样的故事发生的 我也关注到了很多网民 在为这些努力做最好的自己的运动员 点赞 不管他们是获得金牌 还是没有获得奖牌 运动员在不断超越挑战字母的过程当中 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 正是他们这种越促越有 不断超越的精神 全设更高 更快 更强 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同时呢 我们也一直颤导 相互理解 尊重和友善的奥林匹克的精神 我们为所有在奥运赛场上 拼搏和努力的运动员喝彩